大家好 欢迎您观看韩美频道 我是韩美 我是加拿大的韩美 今天呢 你看我今天又理了头发了 你喜欢我这个发型吗 还是喜欢我之前 我在大约是在八月份的时候 理了一个短发 是喜欢这个还是喜欢那个 还是你觉得没有什么不同 今天我这个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心得 我觉得呢 我这个头发理 今天这个头发理的呢 和上回头发的理的呢 那个完全不同 一会儿呢 我会详细的跟您讲 然后为什么说 那个完全不同 因为我找的今天呢 是一个亚洲人给我理的 上回是一个白人女孩给我理的 然后我的心得呢 就是亚洲的头发不一定 亚洲的理发师就理的好 白人的理发师也可以理的很好 下面呢 我会详细的跟你讲我这个经历 这回理呢 我觉得不如上一回 今天跟那个理发师跟着骨头半天 骨头半天 然后呢 他也没理出来我那个原来想要的那个效果 其实我出国之前呢 原来在北京的时候 曾经有一个理发师 帮我理的就特别好 然后呢 就是那种 跟我上一次一样 很圆润的那种 然后我就特别喜欢 我出国之后呢 就再也找不着那样的理发师 每个理发师给我理的呢 都是 都是一个 就是很普通的一个短发 在市场上经常见到的很普通的短发 好的理发师就跟谁理的那样 就是谁理的比较好呢 就是那个马一粒 马一粒那个短发理的很好 还有那个孙力 有的时候理的很好 有的时候理的不好 我上一回理的那个呢 那就是我想要的 我来加拿大已经都18年了 然后没找到 没找到一个好的理发师 然后那上一回我为什么理呢 上回是一个老外理发师给我理的 我为什么会试用这个老外理发师呢 以前我从来都没有用过老外理发师 为什么呀 我们中国人都有一种说法 哪些理发师都那么说 说我们这个中国人啊 亚洲人 全都一样 头发比较硬一些 头发比较硬 直 所以呢 跟老外的头发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中国人这个理发的方法 也得跟老外不一样 所以我到了加拿大以后呢 我从来都没有用过那个白人理发师 我用过中国人 用过越南人 用过什么 那个日本人 用过韩国人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 以前从来都没有用过白人 上一次呢 我为什么用了那个白人 因为我儿子他到我那去的时候呢 他去那个理发店去理 然后理呢 我觉得好像还手法还挺娴熟 然后呢 我也想理个短发 特别短的短发呢 我觉得跟男的短发其实差不多 然后呢 我儿子那个发质 跟我的发质差不多 虽然说也是中国人的发质 比老外呢 偏粗偏硬 但是呢 我儿子跟我呢 都是这种自来卷 我觉得 比普通的中国人 跟老外的发质呢 相近一些 那回呢 我儿子到那个白人的理发店去理 我觉得还不错 然后他走了以后呢 我也去理了一次 特别吃惊的是 哇 他理得特别好 就跟我原来出国之前 北京的理发师理的一模一样 所以我就觉得好像 不在于什么人种的理发师 就在于你这个发型 而不在于这个发质 给我理了以后呢 就特别好 我为什么前一阵子 一直都没去修这个头发呢 是那个理发师不见了 然后我再去 长长了以后呢 我等于说是上个月 或者再上个月 然后我就想去理了 然后我去找那个理发师的时候 他说他已经走了 他不在哪了 然后我就问他们 这个理发师去哪了 然后那个理发店说 我不知道 然后今天呢 我就那个在这 在我儿子这个城市呢 我就去试一下 一个老外的理发店 但是呢 没想到我去了以后呢 我一看 其实它不是那个白人理发 理发店 它是一个 Kambodian是叫什么来着 柬埔寨 柬埔寨的那个 他是柬埔寨人 也是亚洲人 然后他给我理的呢 就跟上回就不一样 然后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上回理的 那个是什么样的 他说那个 因为我当时又没有带手机 我只能用一个 我只能用他店里面 那个杂志上的那个发型 然后他就说 中国人的发型 和老外的发质 说亚洲人的发质呢 和老外的发质是不一样的 老外的那个头发呢 是那样的就可以 然后你这头发就不可以 其实我就是想要的 就是比较碎 比较比较 比较尖 那种嘛 就跟我上一回一样嘛 你看他就完全 这回就没有理出来嘛 他就完全没有理出来 那个样子 然后呢 他还非得说 那个中国人不适合那样的 中国人也适合那样的 然后回头又说 你这个就是这样的 你需要打理 然后你洗完澡以后 用那个product 就用那个那些 那个美发的那些东西 然后得打理 然后才能出那样的效果 我说不是的 上回我理完以后呢 根本就不需要打理 我洗完澡以后 一葫芦就行了 然后跟他说半天 他们也不明白是啥样的 后来呢 没办法 然后呢 我就那个上网 上网把我自己的那个视频 找出来给他们看 给他们看我那个视频 然后他非得说 我这个头发呢 跟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哪里是一模一样的 而且呢 老外给我理的那个吧 还有一个特别好的 那个好处是什么呢 你等他 无论他长多长 无论他长多长 他始终 他这个头呢 就贴着这头皮 尤其我这个头发 因为他是自来卷嘛 然后他都是贴着这个头皮的 所以呢 他就是会比较很圆 一直就很圆 他不会这儿出来一块 那儿出来一块 什么的都不会 他这回理的吧 你要是不吹的话呢 他都不圆 他稍微 这个头发稍微长一长 然后就能看出来 他就不圆 他倒不是中国人啊 就是说亚洲人 和他们白人的区别 发质确实是不同 然后理发的技巧不同 理发的技巧很不一样 然后就造成了 这个发型就不一样 上回我弄完了以后呢 就从这个侧面一看呢 就他们老外那个头型 和中国人头型不一样 对吧 我不知道那个观众朋友 有没有注意过 如果你生活在国外的话呢 你要是稍微一留意 你就会注意到 老外那个头型 跟中国人头型不一样 但是他上回给我理完了以后呢 就是我从侧面上看吧 就是头型就很像 很像老外的那种头型了 尤其是我这头发 因为是自来卷嘛 它都是贴着头皮的 很像 但是呢 这回就是亚洲人给我理的 柬埔寨人给我理的 然后就跟中国人理的 韩国人理的 日本人理的 没有分别 我们这些亚洲人理的 我没有试过印度人 印度人是另外一种亚洲人 对吧 他们的头发 跟我们的头发 好像不一样吧 他们有点卷 反正我就试过 越南人 韩国人 日本人 中国人 然后这今天是柬埔寨人 然后试这些人理呢 都一个风格 理发的手法 都一样的手法 然后理出来的头型 都一样的 然后到最后呢 那个老板娘都来了 然后那个理发师呢 死活就是 那个搞不出来 他给我理的吧 原来还不是这个样子呢 就是你 你反正你就是看 中国的那些个中老年妇女 是什么样的头 然后他们 那个女孩 给我理的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头 然后我就跟他说半天 然后他就搞不出来 然后那个老板娘呢 一看说 哎呀怎么呢 就跟着搞半天 老板娘过来 然后呢 看跟我沟通 然后呢 他才那个理解了 理解了我的意思 理解了我的意思 然后呢 给我修修修 搞搞搞 搞成这个样子 反正相对来说 我还 还比较满意吧 也没有办法 然后他就说 等你长长了以后 你那个下一回 他就说 这回理的呢 上去 等于说就理的 就不对了 这块什么的 理的就不对了 所以修也没有办法修 他说等你下一回 下一回你来 下一回他说 你别给我看那个视频 你给我看照片 我就不信了 你说他照着理 是看视频好 还是看照片好 当然是看视频了 你看视频 各个角度都能看见 对吧 虽然说我做视频的时候呢 并不是说 就是那个 前后左右 全都是照出来的 但是呢 你看视频 你肯定是看的 看的要全面一些 比那个看照片 要全面 对不对 然后那个老板娘 非得说 看照片 比看视频强 然后是说 你下回再来的时候呢 你拿一个照片来 然后我帮你 我帮你理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跟你说实话吧 没有下一回了 下一回我肯定 不会到这来了 你们那个折腾了 这么半天 你们费老大力了 然后也理不出来 我想要的 我非常感激 你们付出了 这么多劳动 但是呢 真不是我想要的 我说我上 我上回那个 理完了以后 然后一出镜 然后大家都说 哇 这个短发真好 然后你今天的这个 我说我要出镜的话 别人肯定说 哇 理的一个中年大妈头 你为什么不回去 还回去找上一回 那理发师呢 他说是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 那个上一回理发师呢 然后我就跟他讲 那个故事 我说我到时候 想回去找来着 然后我回去找的时候呢 他已经不在那了 然后我就问他们说 这个理发师 他去哪了 我要去找他 然后那个店里面 人说我们不知道 然后这个老板 你知道吗 这个柬埔寨的老板 他就笑了 他说那个 他们不会告诉你的 任何一个理发店 都不会告诉你的 他们并不是说不知道 他们知道 他也不会告诉你 他就是不想告诉你 你知道吗 很遗憾 然后我跟他沟通半天呢 他说那可能就是说 确实是老外的那个technique 理发的那个技能 技巧呢 和咱们亚洲人呢 可能就不一样 如果你喜欢老外 给你理的的话 你下回还可以再试试白人 有可能白人理的 还是那样的 他说再给你一个建议 如果是有人给你理的好的话呢 你就固定一个人 我说谁说不是啊 我想固定一个人 后来回来以后呢 我老公就说 我老公说 你下回要不定就这样 然后你找这个理发师 你觉得理发的理的好的话呢 你把你的电话给他 或者留他一个email地址 然后将来呢 他如果是真的当真 他就不在这个理发馆了的话呢 让他呢 换地儿以后给联系你 或者是你给他发email 这样呢 就能找着他这个本人 我觉得下一次呢 应该试试这样的 我今天做这个视频呢 就想跟大家说一下 不要误以为说 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发质呢 一定要找中国人理 亚洲人的发质 一定要找亚洲人理 其实不一定 你可以试一试老外 我这种自来卷的头发呢 那个可以试老外 老外理的挺好的 就是直着那个头发呢 没准着老外理呢 也会挺好的 大家可以试一试 好 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